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今天请来消费者行动社区部的经理 Jamie 张毓杰上来和我们聊天 Jamie 你好 你好 今天很开心和你聊天 因为之前都在很多不同的渠道听过你的讲座 教别人不要被欺骗 或者现在消费者方面有什么大家要注意 今天请你上来专门讲讲关于长者方面 Jamie 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很多不同的渠道你会得到很多有关 究竟现在在消费者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如何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你给了一堆资料 我们今天就希望可以讲完 首先不如讲讲一个题 很多长者都会接触福利的问题 你知道很多长者会申请福利 在福利方面 为什么会有人因为一些福利而受骗 因为有些长者始终认为自己的英文不好 这样就问中国人 其实有时候说来都不公平 因为他不敢找机构来的 就说我们英文不好 偏偏有人提醒他 有谁谁可以帮你 帮你申请 不过就是预先你要付钱 所以他想申请福利 线困根 或者一些厚性的楼营屋 他都是找这个人 给所有私人的资料 还有他一直要付多少钱 他又乖乖地付 但是始终等不到通知 所以我们认为第一很危险 因为你的资料都给了对方 第二你一直付 还有付现金 所以就算你有追查 你不是付支票 不是付信号卡 这样都追查不到 我想知道这个人 通常是朋友介绍 另一个是什么渠道 这些骗徒可以接触到老人家 而告诉老人家 我可以帮你申请 比如可能是那些中数 等人照顾你 又或者申请那些房屋 那些骗徒如何接触到老人家 他应当不是直接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 他是华人的社区 是熟悉的人 他就说他是内部 机构、政府、单位 他有熟悉的人 他就先拿了保单 然后希望你给他的顺利 然后他就开始有钱 是这样的 你接触过一些个案 就是可能那些长者想申请 比如那些照顾长者的中数 那他怎样 那个人就告诉他 我可以帮你申请 他要怎样 他要给那些钱 老人家要给那些钱 那个人先做订金 我帮你我需要行动 我需要开车 去政府单位 会有些时间 所以一直就答应对方 那最后究竟有没有帮他申请到呢 都没有 所以最近南加州 就发生很多这一类的事件 大家要小心 其实申请这方面 政府很多部门 我们都访问过他们 其实有一些电话号码 你们可以去打 另外 比如好像申请房屋 老人家那些 又有些骗徒是怎样行骗法 老人家他就说他知道 那个老人家的经理 那个老人家的单位 他查过了 有空位 还有他可以经营 可以将他的名单 在 waiting list 摆在最前面 他说他够资格的 可以申请到的 不过他需要有少少钱 去缩动的关系 这些有少少行贵的成分 是吧 那要付多少钱 他有时300元到2000元 不等的 随他说的 所以我认为他很明白老人的生理 看你是不是很紧张 需要这间屋 他跟你谈谈谈谈 他就知道要跟你拿多少钱 这个大家要小心 因为首先 没有你真还是假 都是犯法的 如果你真的说 给钱疏通 可以拿到老人家的话 第一 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能 第二 第二 如果真的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钱去贵赂的话 你也可能有刑事的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去学 接着也有一些 就是申请 你知道现在很多福利 其中一些就是 电话、手机 又怎样呢 对 有人就说 我今年大了 想申请一些 普载电话 或者什么 竟然看到广告 你在中文报纸看到的 我向你申请普载电话 本来这个都是 普载电话股 都可以申请 你直接找他 就可以了 甚至你打你本身 电话公司的意思 他都可以跟你说 如何帮你申请 他还说 你要我帮你做 我还送你一个一元的iPad 这样老人家很开心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 我是有的手机 有的iPad 但是一直以来 不止是见不到iPad 他跟他办理那些 每个月还有四十元的电话费 普载电话 不可能更贵 不用的 其实应该多少钱 普载电话 十元一个月 几元 几元 有一个u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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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天打几通 有一个是你整天都可以打 但是就算unlimited 都很便宜的 很低价的 还有你这样申请 其实不是很安全的办法 是啊是啊 因为普载股 它是年年都有复杂的 然后那位受害者 每个月都收了一张四十元的电话费 就是电话费 对 那可不可以取消呢 后来我就介绍他都是会 非毛利机构去申求服务中心 不错的 他就有他写一方中文的投诉讯 哇 都挺本事的 原来申求可以帮他寄给CPUC 哦 去CPUC那边去解决 是 重新来过 都算不错了 他在省国的好走 还有因为他每次又给现金 这个又是一个麻烦 完全留下不了那个记录 是 所以就是有些骗徒 知道长者的心理和他们的习惯 因为长者多数都是用现金 或者不会用支票 或者信用卡 所以就没有一些记录 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就会讲讲 另外一些大家都很重要的要知道的东西 譬如在社交平台上 有一些行骗的行为 又或者是关于一些旅行团 又或者是关于一些牙齿 中牙 中植牙等等 都有一些欺骗的个案 一会儿再经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今天就请来 消费者行动社区组的经理 Jamie 张毓杰上来和我们聊天 Jamie 继续吧 刚才说了一点 关于一些现在在市面上 一些行骗的行为 都是关于一些消费者 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 接着也是说 在社交平台上 现在社交平台上 其实也有很多骗案 好像牵涉到 譬如去旅行 还有整牙都有 是的 我们中国人好像 用过微信之类的 就很有信心了 看到广告 哪里可以和你整牙 还说 牙医化 我三分 差不多四分三的钱 我可以在Medicare拿到 所以你不用付很多 几百元 听到就很开心 还很远 走到Milberley那边 在三藩市驾车下去 但是整了之后 效果很差 他就找他 你又跟我后续 跟我做 但是就不理了 完全就没有回应 实际就和他失去联络 好像旅行也是一样 我想跟进一点 关于刚才牙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牙医有牌 应该有渠道可以投诉 是 我有跟他们说 可以跟Dental Board 或者San Francisco Dental Society 做一个投诉 你们会不会帮到 我们就是提供他在哪里 在相关的区域 可以做投诉 明白 因为对方有问他 很多他私人的事 所以我们就介绍他在那边 因为好像Dental Society 他本身有牙医的所有资料 那么他可以闻到了 但是最大的不幸就是 他在微信这样闻到 闻到 拿到了 完全就不是一个正式的 可以拿到的那些转介 介绍牙医的口碑 或者真正做得好不好 所以当有些事发生的时候 那些牙医是 不是想很正式的回应他 但是这个个案 会不会算是一个欺骗成份 还是只不过是牙医 他做得不好的案子 类似的事都不止一单 这个医生不止一次 另外的医生 都是在微信 是我们的长者在微信 但是呢 还有钱方面 我就不知道 譬如说 就算我们本身没有给那么多钱 但是他在Medicare 申请的钱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过到Medicare那一关 但是后来怎么跟进这个个案 后来有没有 比如惩罚牙医 不知道 多数我们就是 转介之后 都会提醒他 如果再有问题 就打到我们的 7779635 那个二线 再有问题 我们再跟进一下 如果没有打回来 多数的情形应当有少少的解决 这样 大家也要留意 有时现在有些 可能是无牌行医的 那些更加要小心 如果是无牌行医的话 有些什么事呢 其实他都没有这个责任 赔偿也好 什么事也好 所以大家去 尤其是看牙医那边 因为很多时候牙医 有些验索不是包得那么多 你要自己出去找一些牙医去做 那时候一定要看看 究竟那个牙医有没有牌照 好 接着旅行 在微信那里 或者社交平台 如何宣传这些行电的旅行团 在疫情之前 就已经我们开始收到一些投诉了 慢慢疫情之后 更惨 投诉更多 我们就奇怪 我问你是否有 你报名 是否那间公司是合法经营的 不知道 我朋友跟我说 微信哪个好 疫情之后 当然一会儿疫情发生 很多人旅行团不出团 OK 他本来疫情之前 如果你人时不参加 有时你就规定 没有买印收 或者有买印收 或者拿到的refund 但是疫情之后 情形很特别 所以有时美国的交通部 DOT都做了少少的调整 有人都可以拿到一些赔偿 甚至飞机票最明显 因为你到时候没有航空 没有航空 他一定是退回你钱 我们就问 你有没有跟对方联络 我不知道 再说两次 整个微信上的资料都已经不见了 第一 他不知道哪间公司 见面都没见过 因为那一段时间疫情 是啊 又是被赢根 哇 我说你真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但又奇怪 他们疫情当时 打算去哪里 有些很早就不 一个月 我就想拿回一些钱 是 因为疫情之后 事实是 很多人是得到refund 但是那一段时间 是合法经营的公司 人家有评有矩 有些人还好 还预先买了一些印收之类的 所以完全都得到很多的refund 但是你是一个微信 你又不知道对方 你又给现金 你真是投诉无门 是的 很辛苦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个案 就是说 有时真的给钱的时候 尽量不要给现金了 或者尤其是在社交平台 有没有收据 像你所说的 如果他直接把自己的微信帐户 户口取消了 你就找不到他了 是的 那到时怎么办呢 是的 一会儿我们回来 再继续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消费者受骗的个案 和大家分享 大家记得不要走开了 好 继续回来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Jamie 我想再继续 还有很多不同的个案 想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个案 就是有些人投诉 他进去一间银行里 里面有个人坐在那里 售卖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买了之后 有东西投诉 有东西想跟进 反而找银行也没用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是 有一个消费者 他就有一天行入一间银行 就有人问他 你买一种户口 这个呢 是怎么样? 待日你想提款的时候 很容易的 你可以干燥很多的问题 一年呢 只有收你五十元 连做三年就行了 你想取消呢 三年之后就可以取消 过了三年 他说 我初初也是贪大意 我到现在都不用提款 那我就取消了 就很自然 就找到银行 银行就说 这个人其实跟我们银行没关系 他不过是在那边做生意 是我们给他一个地方 这样 这样 然后在追查呢 就是银行呢 就给了他呢 就怎么样跟那个人联络 是 之前是跟那间公司联络 因为那个人都已经不在那边做工 当然 他就开始联络 他说出车呢 就说OK啦 可以和你取消 但是呢 没很久他开始收到账单了 不止华 不能删除那个户口 还继续收很多奇奇怪怪的钱 一阵有四十元 一阵有150元 就一直这样和他收钱 他想取消都取消不到 所以那个还很深复一单一了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个党与差不多有小小诈骗的可能性了 也有抬行区和三藩市的地坚区 有中文一线 有共享 另外呢 就会再抬清楚自己的合同 他出处是怎么写的 然后呢 抬公区CFPV 就是联邦的消费者更用保护股 又会和CFPV做一个联络 这样的事情要说清楚 不过这个算是罕见的例子 因为通常来说 银行都是比较保守的一些生意 他们都应该不会尽量 立刻让人坐到银行里 买另外一些产品 但可能当时他们有一些合约的关系 他有可能有些事情没搞清楚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消费者投诉 很多年前他买了 和他的丈夫 好像两夫妇买了 Life insurance 人售保险 都是在银行买的 也奇怪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意 后来他想取消 也是很辛苦 一直这样 也清智不清 所以大家 买一些产品的时候 或者刚才你所说的 一些财经产品 都要看清楚自己的信任是哪间公司 如果你到买卖的时候 你看到原来不是这间公司的名字 而是另外一间公司的名字 那就要三私了 对不对 另外有一些事情 经常都会发生的 就是说 上网或者有些地方说你中了奖 有些人就贪置得过贫 是什么情况呢 是的 我们有些长者呢 都全力的 是用电脑的 那一会儿就说 恭喜你中奖了 iPhone 11 只有1元 是 维生都不得了 快点把自己的资料寄给对方 那对方就说 OK iPhone来着 寄给你了 跟买帐单都来了 一千多元 是 所以 好辛苦啊 这件事 真的便宜莫贪 其实不单止长者 普通上网或者社交平台 都会有这样的 就是说 你中了奖 我们通常都说 不要理了 没那么大只甲拿 随街条 另外就是说 不如说一说 这些比较和长者有些很紧贴的关系 就是他们扮理一些身后事的问题 是的 我们很多长者 中国人都很吃下一辈的 就是我们先将自己的好事 做一个预付的支出 到时候 时间到的时候 没有难为年轻人 就是买定一个套件 是的 是的 其实根据我知道 那些主流的社区 都很流行 是的 但是这几年 我们发觉 这一类的事件 就开始有问题了 因为殡仪馆 有时都有新的员工 搞的又找了 这个消费者 那位同样的长者 他想取消了 他一拿出来 看自己的计划 是17年前买的 17年前 但是他很好 他什么都留下 清清楚楚 他找回那间殡仪馆 那个殡仪馆推托的话 电脑没有他的资料 所以那件事 我们就 其实消费者行动 一直都抬行的讲解 如果你真是有声做的准备 你不如同家人 可以顺利的亲人 一个户口 你高代他 那份钱 是大约为自己的好事做准备的 就不要走 去将钱摆也会 因为到时候人事的变化很大 你又不知道自己的情形 所以很麻烦 大家要留意一点 还有另外 有一些个案 是关于剪头发的事 我猜不到 这个可能是有这样的方法去行骗 但之前没有那么普遍 知道的 这个在剪头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怎样被人行骗 在童阳街行鞋 看到牌很便宜 90元 可以和你的头发做得很美 还和你染上头发 就是说染发 很开心 坐下又是染根 90元 乖乖乖乖 即是它写明是90元 即是包染发症 是的 那个牌 但是呢 做完之后 都不止90元 300两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和你谷油 和你保养你的头发 和你染上头发的眼线 是很高级的 OK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 你消费者 第一 你比染根已经不是太好了 因为你到时候有头疏 你真的也是没有尽规 是吗 第二 你怎么都有 不要怕 不好意思问他 一样会 既然他问好 涉带搞什么 你就也会先问清楚些 你那个搞什么 是怎样的情形 是不是会加多些钱 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人 很忠厚 都不好意思问 这样 就也会了 那其实剪法的店铺 亦都不诚恨 即是不诚实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 这里加多少钱 这里加多少钱 其实应该实际上 要告诉别人 如果你要谷油 你要多加100元 或者是怎样的 但是当然 好像这个个案 他就没有提 是不是 所以大家也是要 是 有时小心 也要洗得万年算 是的 另外也有一些 是长者要留意的 就是最近很多时候 有一些孙子孙女 就是拿了一些 可能长者的信用卡 一些密码 或者上网 就是买东西等等 是的 我们收到一些投诉 就是妈妈说 我连ABC都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我的账单 都是在网上买东西 还有几百元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 哇 你有没有将自己的私人的资料 摆在厅 或者冰里 因为孙子知道妈妈的私人资料 所以用免疫就这样 就买东西了 几百元买单 所以我们都提醒 有人甚至家里有家归户里的人 那些都是外人来的 有可能 都有可能 都有收买的 曾经我们都知道 有些人在家里 那些年轻人 走出行业 很容易看到他私人的资料 是 私人资料真的要留意 不要漏远可以泄露出去 其实 刚才你所说 甚至乎 不要说照顾长者的人 甚至乎自己的孙子孙女 可能他以为没有大不了 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这样做法 可能会是一个后果很严重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这方面 私人资料 比如公卡号码 个人资料等等 因为那些资料 都可以开一张信用卡 或者你自己的信用卡 也要小心 好了 今天真的多谢消费者行动的 Jamie上来和我们聊天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 再上来和我们分享 更多关于消费者需要更多的知识 多谢你 今天真的多谢消费者行动的 Jamie上来和我们聊天 其实在疫情期间 诈骗的行动 或者活动是有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在电话或者网上 究竟我们怎么可以帮助长者 或者长者自己怎么可以帮到自己 例如刚才说的这么多例子 有些我自己都没听过 有些甚至乎我也不知道 它真正假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要更加留意 以及可以留意多些不同的 传媒的资讯等等 又或者可以留意我们这个节目 也可以打电话送去安乐居 有时其实他们也有 这方面的资料带给大家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